歡迎收看金日加州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有哪些主要內容 歡慶畢業季 金屬氣球暗藏爆炸風險 陸縣疫情反覆 6月底或重啟室內口罩令 陸縣懷疑出現首個喉鬥病例 等待CDC確認 因應槍案頻發 北加模擬犯罪現場訓練警員 首先我們來關注 恰逢畢業季 南加州愛迪生電力公司提醒畢業生 在開心慶祝畢業的同時 也要順防金屬氣球暗藏到火災風險 帶您了解 畢業季來臨 南加州愛迪生電力公司呼籲大家 歡慶畢業的同時也要小心安全 防範金屬氣球所引發的火災 它表示2017年在南加長灘 曾因金屬氣球與電線纏繞 引發爆炸 所幸當時無人受傷 他指出 南加愛迪生每年經歷超過1000次 因氣球而導致的停電 停電的高峰期通常發生在春季畢業月份 有近三分之一的停電 發生在5月和6月 新台人記者郭燕熙 洛杉磯 採訪報道 再來關注 由於中共病毒疫情反彈 洛杉磯縣公共衛生部主任 菲爾於週四表示 可能會重啟洛縣的室內口罩令 來了解 洛杉磯縣公共衛生部主任 菲爾在週四的簡報會上表示 隨著住院率增長 洛杉磯可能會在6月底成為疫情傳播高風險地區 菲爾警告 這可能使洛杉磯再次強制民眾進入室內公共場所時佩戴口罩 另外 為了減輕病毒傳播 菲爾還建議民眾 包括學生 在室內聚會前完成病毒檢測 根據洛杉磯縣衛生部的最新數據 目前共有524位感染者正在住院接受治療 這是自3月中旬以來的最高水平 而6月2日當天 洛縣新增確診病例5047例 死亡10人 新唐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週四 洛杉磯縣確認了縣內第一起潛在的喉豆病例 目前當局正在等待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最終確認 帶您了解 根據城市新聞社週四的報導 洛杉磯縣近日發現了一起疑似喉豆的病例 患者為成年人 曾與一名病患有密切接觸 目前 證明洛縣的病患雖然出現症狀 但已經隔離 沒有住院治療 資料顯示 喉豆的症狀較輕 包括發燒和身體疼痛 隨後會發展成疲疹 並擴散至全身 此前 北加州沙加緬度縣已經有3起喉豆確診案例 而截至週三 美國CDC共確認了19例喉豆病例 一旦洛縣的病例獲得證實 將是全美第20例 當局建議有症狀的民眾 避免與他人有密切或皮膚的接觸 同時以衣物遮蓋皮疹部位 並儘快就醫 新唐人 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北加州射馬刁線警局 與本週公開亮相的全新訓練系統 可以300度環繞執法人員 模擬犯罪現場 幫助警員鍛鍊反應能力和決策能力 來了解 近期 北加州聖馬刁線警局推出了一套全新的虛擬模擬訓練系統 這套系統每次模擬時間為5到10分鐘 由5個屏幕組成 300度環繞受訓者可以模擬犯罪現場 幫助測試執法人員的反應能力和決策能力 在操作員監控之下 多樣靈活的場景會根據訓練者行為的差異做出適當調整 面對槍牽艦頻發 射馬刁線警局官員希望能藉此提供警員額外的培訓 在2021年 出現了61個活動刺激活動 從前一年增加了50%的增加 以及從2017年增加了97%的增加 我的隊員都訓練到立即進入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和正確保那些危機 我無法讓他們做這件事 以為他們有最好的訓練和最好的工具 儘管系統無法取代現實生活中的訓練 警員仍期待模擬系統提供的幫助 每年模擬系統的訓練場景都會更新 租賃費用為6萬美元 射馬刁線官員希望可以多次使用這套系統 讓所有警員都能獲得訓練 新唐人加州記者站採訪報導 再來關注 全球首富馬斯克 周四致信旗下電動車品牌特斯拉的高管 表示目前經濟相當糟糕 下令將裁員約10% 暫停全球招聘 路透社周五報導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發出了一封標題為 暫停全球招聘的郵件 表示感覺經濟狀況很糟糕 將裁員約10% 如果這項舉措落實 將影響到特斯拉近1萬名員工 此前 馬斯克曾要求員工返回辦公室工作 否則就要離開公司 並要求 特斯拉每人都必須每周 至少在辦公室工作40個小時 他警告說 如果你不出現 我們將假定你已經辭職 這要求引起特斯拉部分員工不滿 還在推特上引出澳大利亞科技公司老闆 斯科特·法夸爾的評論 他說該指令就像1950年的東西 馬斯克曾在5月底 分享對美國經濟衰退的看法 他估計 經濟下滑可能持續12到18個月 並將話題轉移到居家辦公弊端 他說 疫情期間的居家辦公 讓一些人認為其實根本不需要努力工作 外界分析 馬斯克下達重返辦公室通牒和裁員指令 可能是在經濟衰退之際 提升生產力和市場競爭力 並篩選出對公司效忠的員工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林一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週五 美國勞工統計局報告 在5月新增的工作崗位好於預期 美國勞工統計局週五報告 美國在5月份增加了39萬個工作崗位 高於預期 最大的就業增長來自於休閒和酒店業 增加了8.4萬個 專業和商業服務新增了7.5萬個就業 運輸行業增加了4.7萬個 建築工作增加了3.6萬個 與此同時 失業率維持在3.6% 略高於1969年12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勞工部還表示 整體勞工工資水平同比增長5.2% 低於4月份的5.5% 美國總統拜登週五對此回應 就業高於預期是利好消息 當局正著手解決通貨膨脹的問題 新唐人記者 柯婷婷 紐約報導 稍後帶您看到 慶喬委會90歲 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創立90週年 週四 僑委會在洛杉磯華僑穩教中心 舉辦了紀錄片首映會 介紹八位90歲高嶺長者的僑居生活 紀錄片導演管仁清表示 這份任務的意義重大 也藉著紀錄片祝福僑委會90歲生日快樂 每一個老人家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華人移民史 所以我在他們的身上學到了樂觀進取 不怕難 同時還有一個就是時時刻刻關懷家鄉的人 對於台美歷史有深刻研究的楊憲尤 年輕時曾在日本留學 並以參世的名義接待過仿日的貴賓 以及早期的台灣棒球隊 他希望台灣人不管身在何處 都要興向家園 台灣人就是一個真正活潑奮鬥的民族 所以它是一個世界上可以做模範的 為這個故鄉 為這個國家來團結一起努力奮鬥 使台灣走出世界 台灣能夠有今天的發展 我們對於海外僑胞的貢獻非常的感恩 今年適逢僑委員會成立90周年 我們邀請了幾位我們海外的前輩 來敘述他們過去在海外打拼的成果 新唐人記者 玉京徐展成 洛杉磯採訪報導 感謝您收看 今天下週 再會 我們下週 見 還會 讓我們下週 見 待會 我們下週 見 大家 一會兒 我們下週 見 大家 見 大家 見 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